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6月23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云南向群向南迁移返回鹅山 那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云南北移亚洲向安全防范工作审级指挥部通报 21日18时至22日18时 象群总体向南迁移11.2公里 从一门县返回鹅山县 那在鹅山大龙坦乡一带农地内觅食活动 那独象就位于象群东偏北方向 距离象群30公里 持续在静宁区双和乡小范围活动 15头像均在监测范围内人向平安 云南省指挥部充实专家主力量 新增5名专家协助现场指挥部 研判北宜亚洲巷路线 那提供筑签意见建议 那指导现场指挥部进一步强化地面监测力量 那对近日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 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加强监测深入分析 审慎研判确保人向安全 静宁区安室一门县而三县 现场指挥部同步运作 共投入了应急处置人员及警力210人 出动扎土车175辆 挖掘机等工程车22辆 应急车辆92辆 紧急疏散群众1329户 4774人 换个焦点 印度说中国人在争议边境部署军队 令人担心 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就说 中国仍然在有争议的边境沿线 部署军事力量 且北京是否会兑现减少兵力的承诺 存在不确定性 这些对两国关系构成挑战 苏杰生周二就表示 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信守 他做的双方不在边界 部署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承诺 那中国的近距离部署仍在持续 特别是在拉达克 那两国一年前就爆发过边境冲突 20名的印度士兵和4名的中国军人死亡 美韩同意考虑取消对朝工作组 金与正欲美国别有错误期待 那韩国外交部周二就发表声明 表示美国和韩国已经同意考虑撤销 一个未协调朝鲜政策而设立的工作组 在美国新任国务院朝鲜事务特别代表 金兴荣周一与韩国外交部的朝鲜半岛和和平事务特别代表 卢奎德的会谈中 双方同意考虑终止该工作组 并加强在其他层面的协调 那对朝工作组成立于2018年 旨在让美韩就朝鲜问题来沟通 那包括协调朝鲜半岛无核化谈判 人道主义援助 制裁和两韩关系 那韩联社就报道 工作组在两韩合作和豁免制裁等议题上 标榜严格标准 过去一直有舆论认为工作组是 托韩朝关系发展的后腿 那去年时任美国驻韩大使哈里斯 被问到韩国提议 重启对朝鲜的个人旅游时 他曾表示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引发制裁的误解 最好是透过工作组来进行 哈里斯虽然补充说 美国没资格批准韩国的决定 但言论在首尔引发争议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名前助手 后来告诉国会 该工作组越来越被认为 是对两韩关系的障碍 那另一方面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包妹 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周二透过曹中社发表讲话 回应美方以有趣信号形容金正恩 最新对话与对抗的对美 两手准备离场 那表示这是错误其代 那金宇正就称了 朝鲜有句俗话说 解梦比做梦好 美方好像朝着自我安慰的方向 理解朝方的对美立场 只抱有错误的期待 将带来更大的失望 韩联社也指金宇正这次说法 实际上拒绝美方对话提议 给各方泼冷水 全球闹半导体荒 中国假晶片流通加剧 那全国半导体缺货 更多假晶片在中国的 消费性电子产品上流通 媒体报道 这些回收的二手晶片或生产线上的 瑕疵晶片冒充正货 影响消费者权益 但要追究刑则可能困难 那经济观察网 引述一名晶片代理商就说 这种非法元器件 有两种存在的形式 一种是企业从电子垃圾中回收晶片 去除旧晶片上的证据 进行清洁包装 并以更低价格将二手货卖给下游 而另一种是将正规制造产线上的 蝉翅晶圆进行封装 然后以翅充好卖给下游 那和珍品相比 上述的假晶片性能 可靠性 保值期限通常不足 报道就说 这类的晶片主要流通于 消费电子产品 与汽车工业不同 那一些消费电子的整机厂商 并不对晶片及其供应商 进行长期的验证和测试 这名晶片代理商就表示 假冒后翻新的元器件 一直在电子领域流通 但今年情况特别严重 那原先偷偷摸摸的造假行为 也变得高调 原本二手晶片价格只有市场的五成 那如今价格正在上涨 甚至和市价持平 那中国有几乎全球最大的 电子元器件交易计算地 那大大小小的商家 每天把数以万计的电子垃圾拆解 这些给假晶片提供了市场机会 甚至流通到海外供应链 报道就指出 中国晶片长期依赖进口 国外原厂产出的晶片 要经海关 分销商 贸易商 配套商多个环节 最终流向整机厂商 那大部分中小型厂商 无法向原厂采扣 只能选择第三方的分销商 他们因此是假晶片的最大买家 再来 美国格罗方得赤资310亿 往新加坡建新晶片厂 那为应对当前的全球晶片荒 以美国为基地的半导体制造公司 Global Foundrys 格罗方得赤资40亿美元 在新加坡新建新工厂 计划在2023年投产 那格罗方得是全球著名的晶片代工厂 原以在新加坡聘用4800名员工 其行政总裁考菲尔德 昨日出席新厂的网上动土仪式 称新厂已经在建造 可带来1000个就业机会 如工程师和技术员 那新厂包含25万方尺的洁净室和办公室 这使格罗方得生产基地的产能 可从现在每年72万件12英寸晶圆 扩增再45万件 那新厂将支持汽车 5G移动网络 安全设备等领域的需求 那尽管美国拜登政府呼吁 把半导制造产业搬回国内 增加美国工人就业机会 但格罗方得的最新扩充行动 仍选择在亚洲进行 该公司在美国和德国都设有代工厂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就表示 半导体产业是新加坡制造业的重要支柱 格罗方得投资建新厂 证明该国作为全球先进制造 和创新节点的吸引力 那新加坡也是美国的盟友 美国国务院助理次卿莫里昨日称 美国、欧盟、日本、台湾 针对四大关键项目 包括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稀土矿物 药品拥有许多共通性 未来携手强化合作以示必然 加强供应链韧性成为美方重中之重 他也特别提到 台湾是全球最大半导体产业聚集地 除了感谢台湾缓解晶片荒 美方也十分重视与台湾在供应链合作 再来我们关注新加坡妇女 被判监禁30年 一名新加坡妇人被控虐待20岁的缅甸籍女 除了没提供足够食物与休息时间 还不断地动用肢体暴力 导致帮庸体重降至20公斤 最后不幸死亡 妇人昨日被判监30年 法官就说 40岁的被告盖亚迪利 犯下新加坡最恶劣的误杀案件之一 判她坐牢30年 法官说考虑精神科医生评估被告患有 严重忧郁症及强迫人格障碍 影响案发时的心理状况 而作出这项判决 否则会毫不犹豫地判她终身监禁 盖亚迪利二月坦诚犯下多项罪行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误杀 检察官为此求处终身监禁 其他罪行大多于蓄意伤害女佣 邦艾赫多恩有关 邦艾赫多恩2016年7月26日 始于盖亚迪利住家内 体重原本39公斤 死前仅有24公斤左右 全身流失大量脂肪 脖子已无肌肉 据报她长期只吃泡水面包和些许白饭 她从2015年5月28日开始在被告家里工作 被告与当时的丈夫在家中各处安装监视器来监视女佣 监视器录下女佣受虐的情况 被告不仅没提供足够食物给邦艾赫多恩 也不让她有足够的时间睡觉 甚至时常毒打她 在她死前的一天 被告嫌她洗衣服动作慢 突用拳头攻击她脖子 后来不仅不让她吃晚餐 还把她的手绑在房间窗口 用脚踢她的腹部 那一天的早晨 被告进房后 发现邦艾赫多恩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不论踢她或用水泼她 都没有反应 那被告随后请医生上门看诊 才证实女佣已经死亡 验尸报告指出 死因因颈部受到重创 那导致脑部缺氧及缺血而死 身上还有30道伤痕和40多处的外伤 新闻的最后 媒体把焦点转到 泰国苏美岛 帕岸岛 隔道岛 7月15日开放 泰国总理办发言人就透露 内阁昨日已经同意 7月1日普及率先开放迎接外国游客 而苏美岛 帕岸岛 隔道岛于7月15日开放 那此外 内阁已经得知疫情管理中心 全国疫苗分配计划商议结果 现在泰国已经采购了1.055亿剂疫苗 并且在2022年还要再增加采购1.50亿剂疫苗 那副总理兼卫生部长阿努廷 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科兴疫苗从去年开始订购 一直从今年3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会按时交付泰国 因为科兴疫苗是直接订购疫苗 无需通过任何人购买 而辉瑞疫苗一开始签了合同 说泰国排在第三位交付 但等到真的交付时间到了 又说排在第四位 阿努廷就表示 疫情当下不能再等 而且世界上没有疫苗 可以100%预防感染 只可以100%预防死亡和重症 因此让泰国所有人都接种科兴疫苗 那卫生部也必须要采购到疫苗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